美国CPI指数持续回落 比特币涨给你看 监管机构重锤加密货币交易所 赵长鹏或将遭到刑事诉讼 资产储备遭质疑 做事商巨量提款 B&B下挫5% SBF被捕 FTX事件终于迎来了最终章吗 扎克伯格的理想被质疑 元宇宙的未来何时到来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12月14号星期三 B联合在 我是Michael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通胀指数 美国劳工局统计称 11月份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了0.1% 过去的12个月 所有的指标指数 在季节性调整之后增长 实际是7.1% 低于预期值7.3% 前值是7.7% 数据呈现出持续回落的态势 证明通胀意志有所成效 现在的指数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正如预期的那样 CPI指数向好 那么大盘就会出现一波拉升 那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 比特币涨幅达到了3.67% 价格在17785附近 以太坊涨幅达到4.1% 价格来到1321附近 可以说这个景象真的会给市场带来一点点信心 目前加密货币的总市值上涨了2.7% 价格是8762亿美元 总的成交额上涨了40.24% 价格达到了513.48亿美元 比特币的恐慌指数较昨天上升了3个点 目前是30还是恐慌的状态 虽然现在大盘表现不错 不过一些投资者对于新的CPI数据持谨慎态度 总体来讲还是在高位上运行的 一些分析师认为说部分的投资者意识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可能会在明天的议席会议上给市场破一些冷水 于是他们开始呛跑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高开低走的原因 不过在昨天的我们的操盘日当中 已经让大家在短周期的仓位上逢高开始减仓了 接下来就看美联储议席会议的结果了 好我们就来看消息面的新闻 在FTX爆雷之时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这一次币安在FTX破产的事件当中 其实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一次币安得罪的人确实有点多 从大马西到红山 哪一个投资方背后没有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包括华尔街的政治和商业的这些机构们 接下来币安可能要做的就是在政治层面 或者说监管层面来进行长期的公关 获得一个长治久安 所以话音未落近日就有媒体 或者说有相关的机构开始要向币安做刀了 近日的路透社发表了独家的报道说 有4位知情人士爆料 币安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长达4年多的一个形势调查 币安第一时间就出面回怼了回去说 路透社又弄错了 而且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说 币安的加密货币生态系统当中的平均犯罪活动 远远少于传统的现金系统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瓜 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 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称 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正在对币安展开调查 其中包括无证汇款 共谋洗钱和违反刑事制裁等 但由于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之间的分歧 导致可能会推迟对币安进行的长期刑事调查的结论 据了解此项调查始于2018年 至少有6名联邦检察官参与其中 部分检察官认为已收集到足够证据 可以对币安采取积极行动 并对包括创始人赵长鹏在内的个别高管提起刑事诉讼 其他检察官则认为仍需要时间审查更多证据 币安的前世今生我们曾经在这一期专题当中 跟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 赵长鹏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币安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行业独角兽的 都可以在这期专题当中看到他的影子 2017年赵长鹏在上海创立了币安 那么目前在加密货币行业占据了一个80%的市场份额 10月份币安的交易量是1.6万亿美元 而FTX倒台之后币安11月份的交易量猛增了30% 约占整个加密市场的87%左右 而此次爆料的这项调查涉及了美国司法部洗钱和资产追回科 西雅图华盛顿西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和国家加密货币执法小组三个办公室的检察官 美国司法部规定针对金融机构的洗钱指控 必须得到MLARS负责人的批准 那么也就是说币安此次案件设计的关键就要看MLARS了 可以说如果调查结果对币安和赵长鹏不利 那很可能会削弱币安对整个行业的控制能力 从现阶段来看 整个事件对于币安无疑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 据南森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内币安净流出16.1亿美元 超过所有其他中心化交易所净流出额的总和 相比排名第二的Bitphoenix的1.09亿美元净流出额 足足多出了约16倍 同时也创下币安自11月13号 FTX申请破产保护后 单日最高的净流出记录 那么币安在FTX破产之后 在11月下旬开始使用默克尔数据结构的比特币储备证明 来证明它的资产储备的情况 那么币安的比特币资产证明的省计报告显示 币安控制的链上的比特币资产 百分之百超过了平台的负债的总额 客户的净余额率是101% 那么目前多链上面的比特币的净余额 是575742.4228枚比特币 不过这个结果遭到了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前首席审计师 道格拉斯的质疑 他表示说这个报告可能不完全准确 那么这也是导致了大型做事商 纷纷开始从币安巨量提款的根本的原因 据了解过去7天内 Jump Trading和WinterMute等大型加密货币做事商 同样从币安提走了大量资金 Jump Trading净提款金额达1.46亿美元 WinterMute从币安提走了850万美元的WBTC 以及550万美元的UDDC 这也导致币安的平台币BNB近24小时下挫超5% 30岁的亿万富翁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员工炮轰扎克伯格 元宇宙将杀死公司 好我们来关注下FTX事件的最新进展 终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推进 就在昨天FTX的创始人 Sam Banken-Fried在巴哈玛被捕了 那么这个时间点是在美国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 听证会的前夜被捕 可以说如果SBF的指控罪名成立的话 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引渡回美国之后 一个漫长的拉锯审判 很有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据报道在SBF被捕后 其律师要求以25万美元的保释金对其进行保释 巴哈玛地方法官驳回其保释申请 并表示SBF将被送往巴哈玛承教部门 由于SBF被认为有潜逃风险 他将至少被关押至明年 据悉2023年2月8号上午10点将举行引渡听证会 听证会举办在即 虽然SBF明确拒绝现身 但是表示会通过线上来参加会议 巴哈玛与美国是有直接的引渡条约的 所以SBF一旦被引渡回美国 那么将受到美国检查部门的八项指控 假如所有的罪名成立的话 San Bank and Pride可能会面临115年的减进 据了解SBF涉嫌的指控 包括电汇欺诈 共谋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 共谋证券欺诈和洗钱等 而SBF作为第一责任人 美国有关部门担忧其躲避在巴哈玛 是为了逃避身处美国本土 可能面临的逮捕审判 以及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 可能会流亡海外 在我看来突然的抓捕行动 也反映出来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担忧 要知道FTS总部在巴哈玛 SBF又非常擅长和政府的官员合作 在巴哈玛的时候 SBF多次表示愿意优先陪付巴哈玛的用户 所以即使此次巴哈玛政府协助美国进行了调查 但是为了避免提前披露 美国政府才搞了这样一个突击战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提前介入好顺利的把SBF引渡回美国 SBF虽然被捕了 但是对于加密行业来说 这场风波 我相信它的后续的常委效应仍然在延续 与FTS在财务上有高度相关的加密货币的贷款公司 BlockFi已经申请破产了 其余的也都在面临着挤兑的风险 随着市场新兴的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中心化的交易所的资产流出 正在逐步的走高 包括DeFi的资产质押量 它的流动性都在枯竭 我相信市场新兴的恢复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也许这个熊市将会更加的寒冷 好我们再来看美国 Meta全面转型元宇宙之后 第一年不知道CEO扎克伯格有没有后悔过 因为从股价上面来看 已经跌掉了50%多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很多员工现在已经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之下 近日在美国匿名论坛Blind上 充斥着大量来自Meta员工的声音 矛头直指其CEO马克扎克伯格 该论坛中 一位用户将Meta的裁员比作饥饿游戏 另一位用户直言 扎克伯格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 甚至还有一位软件开发者说 Meta公司的CEO将单枪匹马地用元宇宙杀死公司 由于第三季度业绩不佳 Meta的股价下跌了25% 工资市值蒸发了800亿美元 Meta的元宇宙部门Reality Labs 在过去三个月中损失了37亿美元 就在上个月Meta宣布裁员11000人 占员工总数的13% 应该说小扎最近的日子真的是不太好过 股价股价再跌 舆论舆论不站在自己这一边 员工还出来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说现在Meta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那Meta股价的节节败退 也不见人质疑说元宇宙真的有未来吗 不过说真的 元宇宙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一年两年 就能迎来迅速发展的产业 正如扎克伯格在最初分享的时候 所表达的那样 元宇宙需要5到10年 在我看来需要更久的时间 也许才会到来 毫无疑问 元宇宙现在正处在一个概念炒作期 而扎克伯格现在进入确实有点不怕冒险 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掀起一些风浪 不断的创新 把元宇宙真正的带到用户的面前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币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件 近期受CLCS Network扩产的影响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 将对加密资产设定更严格的规则 该机构计划成立一个由相关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代表 组成的工作委员会 负责研究并提出完善的加密资产法律 日前英国央行表示 需要加强加密货币市场和活动的监管和执法 由于缺乏监管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应该对加密资产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 近日Terra Classic网络至Atmosis的IBC通道已被开发者重启 本次IBC的重启由核心开发人员Edward Kim提议 以此跟上Cosmos生态系统的变化 随着IBC通道的重启 用户被困在Terra Classic网络的流动性 可被重新利用 在瑞士资本市场技术协会中 展示了瑞士法郎现金方结算 首次通过桥将以太坊与瑞士银行同业结算系统连接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 瑞士信贷银行、百达银行和Wantobo银行 以代币形式在以太坊测试网上发行了结构化产品 并随后通过BX Ways进行交易 好的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您成为我们频道的会员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我们的会员在每周一上午大盘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会员专属的周评 我们会梳理未来一周大盘的顶底的位置 也给出大家我们短线操作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仓位 希望能够对您的投资有所建议 让我们一起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